贵买力挺文创携手文化部共同举办了影视音产业进入资本市场宣导说明会 也表示今年内要辅导十家业者来推动成为公开发行公司 借由市场筹集资金来提高全球竞争力 以1980年代万华猛假黑帮作为故事背景 上映9天票房直逼2.5亿元耿杀的还有这一步 制作成本才5000万累计票房高达5.3亿元 一度重振国片雄风 台湾影视音产业越来越受到各界瞩目 但碍于资金迟迟无法突破低迷处境 台湾这边其实在文化创业上面来讲应该还有领先的地位 靠自己很难要靠大家的力量 靠投资大家的力量 洗手文化部贵买中心力挺文创产业 与估今年要辅导十家相关业者进入资本市场 现场座无虚席 不少相关产业前辈全都现声会场 台湾的创意 欧美的技术能够把它结合起来 去拍什么 华语嘛 华语的影视嘛 我们被好莱坞打了几年了 将近百年了 我们电影现在不能单打不斗了 我们要做跨会联盟 对不对 你我大家一起来 你才有一点希望 变成一个产业之后呢 这几年忽然又加上一个文创 那就更好飘飘然了 那到底我们又何去何从 尤其是在这个数位汇流的时刻 不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要拼团结 不只借由进入资本市场 为台股添心兵 更要为国内影视影音产业 筹集资金提高产业竞争力 富士生成届为台北报道